19号上午7点多一辆从台东京风乡载着病患 要到马街医院就医的救护车 行进资本路二段十字路口和一辆小货车发生查状 消防局赶紧就近辖区来调救护车 接驳病人送医 而现场疑似小货车是没有注意救护车鸣笛的声音而发生查状 详细的照示原因由警方来理清 画面中可以看到救护车与小货车查状 19号上午7点50分左右 一辆从京风乡载着病患准备到台东马街医院救医的救护车 行进到资本路二段85巷口时和一辆小货车发生查状 消防局赶紧就近调派辖区的救护车接驳病人送医 救护人员表示当时因载着病患需紧急送医并且有鸣笛 但没有想到货车突然行驶出来闪避不及 要送患者去马街 小货车驾驶则要准备送小朋友上学并没有听到鸣笛声 加上道路是绿灯因此直接行驶前进没想到就发生车祸 这场车祸意外索性并未造成人员伤亡 而整起的车祸肇事原因还需警方调查厘清 这讲解台东时报道